大家好,我是小时刻的方先生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非常好吃的酥香大黄鱼 先将大黄鱼连面改刀 放入适量的盐和料酒 在鱼身上抹均匀后腌制10分钟以上 再把生姜切片大蒜剥皮后压扁 干辣椒剪成小段 腌制好的鱼先冲洗干净再撒上淀粉 然后将鱼身上的每个地方都抹上一层淀粉 油温加热到七八成热的时候 放入鱼打三到五分钟后捞出 热锅放入适量的油 再放入生姜大蒜和干辣椒炒香 闻到生味后放入适量的水和料酒 生抽蚝油小葱大火煮开 然后放入炸好的大黄鱼 边煮边将汤汁浇到鱼身上 等汤汁快收干后夹出小葱 捞出鱼装盘浇上汤汁 最后撒上葱花 今天的酥香大黄鱼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菜谱 记得留我点赞哦 我们下期见 吃国家的菜谱 煮酒 日本菜谱 煮酒 煮酒 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